致電圖 擬人員 採訪詞 不代表宜蘭民生的名義代表 拒絕懶惰的候選人 大家好 我是發言人薛誠義 感謝所有的媒體朋友 今天來到我們的記者會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要來澄清一些事情 同時也要讓我們的 宜蘭縣民看清一些事實 黃申平說中央不照顧宜蘭 每次他這麼說的時候 都被我們縣政府打臉 被他自己打臉 還有他開會指滑手機 到底針對這議題他是裝傻 還是更嚴重的他根本就沒有做風課 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今天我們要來回應 我們同時也要呼籲我們的宜蘭相親 黃申平在臉書批評說 宜蘭在爭取建設的時候都會遭到忽視 然後還說呢 他還看到說 我們的漁民的權益沒有被照顧 甚至還掛起碳板 來做這種抹黑造謠的攻擊動作 甚至還胡亂說法 說我們林寺廟 有位宜蘭針取到鐵路高架 北移高鐵交系外環等等 這些明明就是中央做的建設 那今天我們 民進黨聯合進總青年部 就要拿出各樣的證據 來回應實際上 我們中央到我們民進黨的地方 做哪些工作 黃申平到底說謊多少 還有黃申平有多少離譜的行為 在議會裡面 首先這請我們青年部的專員 李毅志來發言 好 自己拿來說嘴過 那選舉的時候又來頂三倒四 這樣好像中央沒做 那你來這邊這樣趁流量 還在趁這些業績是做什麼 同時中央有做的 還有時候很需要地方去補強 來去做的工作 但是在地方都完全沒做 黃申平你到底看到的嗎 黃申平你自己是羅東正選出來的議員 我們羅東南北水龍的計畫 在陳青澤代理現場實行 就已經通過了 但是林志廟上任到現在 這個計畫已經擱置了四年 這四年期間黃申平說 他要要求憲政股 要來做一些推動嗎 沒有沒看到 那黃申平現在才被踢爆說 他的質詢率這麼低 一個黃10% 黃10%這個懶惰的議員 質詢率10%而已 那我就請問 你十次好不容易為之的質詢 你有沒有關心我們羅東正南北水龍 你有沒有了解到我們地方的施政 到底有哪一些工作 中央已經積極在推動了 你地方有沒有配合上來 好像都沒有看到耶 請問黃10%這位懶惰的議員 你這樣真的有資格做我們立委的候選人嗎 而且議員光是出席之後 一天就有2450元 2450元的出席費 一個禮拜有一萬多塊的費用 一個月才會贏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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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家的錢 沒有做事 這次也沒有認真 現在黑白來說話 黑白來造謠 你這樣說對 你這樣的候選人真的夠格嗎 無心問政對憲政不了解 當我選舉只會操作仇恨 這種人真的適合擔任立委嗎 我們要請我們依賴的選民 睜大自己的眼睛 我們來認清 接下來我們的宜蘭機器 將要進入我們建設的高峰期了 我們要選擇不實做事 理解宜蘭需求 而且可以跟中央合作 真實的來推動宜蘭進步的立委 我們要呼籲我們的社會大眾 一起選對的人 走對的路 我們一起來全力支持立委候選人 陳俊宇謝謝 10%的意思是什麼 10%的技術只能有一次出現 他這個每10次才出現 1次的質詢都在做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看板 都在滑手機 一個名義代表 不開會 開會的都在滑手機 這個是我們從影片裡面 截錄的指的照片而已 整個影片如果你看完就會看到 用縮時的方式就會看到 防身體幾乎都在滑手機 難怪他對我們的憲政會這麼不了解 難怪到的選舉他只會造謠抹黑 把中央的功勞 在需要的時候拿來說對 那中央的功勞 在他選舉的時候 他就拿來斷手機 胡亂攻擊胡亂抹黑 這樣的民意代表 真的不適合去當任我們的立委 請選民要看清認明 我們要選對的人走對的路 支持陳俊宇 支持不實做事的人 民進黨的立委 陳俊波近年來在宜蘭爭 爭取了北宜高鐵 鐵路高架 台62線延伸 楊大附一二期工程 還有五節清水大雜文等等的建設 前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還有現任的行政院院長陳建仁 也有多次來跟我們宜蘭去承諾說 我們未來將要在宜蘭 投入了將近七千億的建設經費 其中楊一的二期 還有清水大雜文 近日才開始發包 來開始做工程去動工 然後總共的金費 超過六十億元之多 而且這些都是由中央去全額做補助的 為什麼會有說 宜蘭爭取建設長壽好故事 或是現任立委沒有幫宜蘭爭取 這種奇怪的說法 之前也有韓國瑜說高雄又老又窮 然後今天又有洪生平在說宜蘭不北不東的選舉操作 那實在是相當奇怪的事情 結果他說 中央對於漁民的權益一點都沒有照顧 可是事實上 當他發出這樣的看板掛在蘇澳鎮上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農業部漁業署馬上就發文打點 他說 南方澳能投入2.5億元進行第一拍漁市場的改建 而黃昇廷的YouTube的頁面上面 他也PO了一個漁市場拍賣第一漁市場 第一拍賣漁市場啟用的影片 所以黃昇廷他是真的不知道漁民的權益有沒有被照顧 還是他是為了選舉 他裝傻他欺騙選民 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政府沒有照顧我們的漁民 而在南方澳斷橋事件之後 我們也看到陳吉仲部長跟我們的陳歐波立委 第一時間幫漁民爭取漁業的作業準師補償 黃昇廷也在臉書上面 提醒漁民朋友必須要記得去申請 結果黃昇廷今天為了選舉 他告訴我們 中央一點都沒有照顧漁民的權益 我再問一次 請問黃昇廷他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他是裝傻 我們就這樣呼籲宜安憲民 我們不要為了選舉時 他就故意抹黑 故意裝傻 故意告訴我們說 政府都不照顧我們權益的這種候選 謝謝 雞先降一下 立刻 煞混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